大家早上好 今天的讲道继续在几周前有关指示的讲道 我们几周前学习的希腊语当词 对属灵的服饰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概念 为了真正理解指示这一词的圣经含义 我们必须保留指示的服饰这一崇高概念 指示这个词的基本概念是一个自愿的 出于爱心的服饰 为他人的利益 为了他人的利益 指示的服饰是一种无私的为他人福利着想的服饰 指示的服饰可能包括为穷人提供食物 或者为他们的需要分配物资 但他也应该超越这种服饰 寻求促进他人最高的属灵服饰 指示工作与地方教会和基督的整个事工是有关的 必须有属灵的动机 并以基督为中心 服饰的动力和鼓励是来自基督自我牺牲的榜样和呼召 指示总是为基督服饰 并延续基督为人在外和在内心的服饰 他关心人的救赎 这虽然是一项艰巨而耗费精力的服饰 但却会受到基督的肯定和赞许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 若有人服饰我 我父必尊重他 今天在简要解释了教会宪章和智慧手册中的执事之后 我将重点介绍执事的资格 或许任何充满蓬勃朝气的教会事工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是中心、敬前和属灵的执事 这就是为什么教母书信教导我们执事的资格 首先根据我们教会的宪章 执事和女执事应在公理会议上由教会成员的多数票选出 前提是获选人在受提名时已经二十一岁了 宪章第十六点八条 执事和女执事应服从长老会的纪律 他们可以针对长老理事会的决定 向其教会所属的圣经长老会的特定长老会提出赏述 不幸的我们没有长老会 目前我们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就是长老理事会了 第二根据关于智慧手册有关指示的 在第七点一章中我们这样读到 圣经清楚地指出 执事是教会的受职人员 他们的职责是照顾穷人 向他们分发为他们所筹集的奉献 在关于执事理事会的第十一章 十一点一章我们读到 为了便于旅行其教会的直视 英语牧师 再来第十一点二章 牧师因为理事会的主持人 但由牧师任命的成员可以在牧师不在的时候 担任其他成员 因为理事会的主持人 十一点二这条我们读到了 牧师的知识 他们不是独立的 再来 行会提交 活动 包括其支出 接下来我们将看 看一看这执事的资格 在考虑了执事服事的性质之后 我们要考虑执事在提摩太前书 第三章第八到十三节中规定的资格 首先我们读到 执事必须端章 在第八节我们读到 执事必须端章 被译为端章的 希腊 是 是 神学家 针对这个词的含义 他这么说到 一个端章的人是端正和庄严的 这不是世人给予他的 而是属天的 他也是天上的国民 他激励人尊敬 敬畏和敬拜 接下来他还说 在世俗的希腊语中 三摩是众神 神明的称号 这词也经常被用来限定 关于天上或与天上 有密切关系的事物 如何用中文翻译着 三摩这一词是不易的 三摩章被译为端章 不能涵盖其原作的含义 我们想要的这个词 有一种庄重和庄严的意思 以至于令人渴望敬拜的词 我们恐怕可能会找 却找不到这样的词 这是引述 Trench的话 再来端章 指的是尊重可敬 因品格而受尊重 定义没有提及年龄 表示只是既可以是年轻人 也可以是年长的人 但他必须有足够的岁数 而受到选民 而受到惠众的尊重 他竟为基督的品格 在他所服侍的教会中 普遍被供忍 因此直视是一个神圣的人 他的举止和品格不仅要激发对他的尊重 而且也要对他的职份 也就是耶稣基督教会的职份 产生敬意 教会和教会的主要因指示的尊严和可敬的品格举止 而得到人的尊敬 教会的成员在选举 直视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这一点 再来 直视不应该是一口两舌 有人将其解释为 对他们所说的话 不含糊 不模糊 不含糊 这个词在新约其他地方没有出现 所以这里的翻译不能与其他的章节的翻译相比 同时原学上讲 这意味着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说法 前后不一致 换句话说 说话 不可靠 不可靠 不同的翻译 有一些额外的旁著 当代 圣经将其翻译为 知识要说诚实 要说话诚实 再来 第三 知识不好喝酒 换句话说 在一个饮酒普遍 且经常放纵过度的时代 知识需要是一个喝酒有节制的人 以佛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 不要嘴酒 不要 不要 救子 不要 以佛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 不要醉酒 酒能使 人放荡 乃要被 圣灵充满 如果这是 对整个教会的规矩 知识 体能不遵守吗 第四 知识 不贪 不义 之财 是下一个条件 知识 不能是贪婪的人 知识的意思是贪婪 贤财 提摩泰第一章第七节 提摩泰书 提多 对不起 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 对监督也有同样的训绩 再来 第五 知识要 存清洁的良心 故守真道的奥秘 他们应该是有信心的人 在信心和福音真理的范畴内 同样也有无愧的良心 有人曾经这么说过 没有良心就没有清晰的观念 就没有对属灵真理的真正理解 只是用他们的行为和基督教义 来证明他们是有信心的人 从而证明信仰 对他们来说 不仅仅是一种信条的宣告 甚至是一种生活中的实际力量 基督花了三年半的时间 和他的门徒 为教会订定了基础 他们从基督那里学到了基督 信仰 生命和真理 阿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第十节对提摩太说了同样的话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平行 自相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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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认为自己有清洁的良心 但是你是否知道良心是需要用神的话来熏陶的 第六只是在被安逸之前需要先受试验 只是在被安逸之前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才可以被安逸为直视 没有可责之处只无可挑剔的缺失 在新约作者中只有保罗使用被译为试探的希腊文 保罗他在新约中用了这个 这个被译为可责之处这个字用了五次 保罗在新约用了五次 在他的书信中出现了五次 第一次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头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 哥林多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 这个字被译为无可责备 再来无可指责 再提多书第一章六到七节 特伦提大主教他曾经这么说过 金口圣诺网解释说这不仅意味着无罪开示 而且还没有对他提出指控 无可指责不是一个个人的主观评价 而是客观的事实 大主教特伦提特伦继续提到他自己教会的仪式 在上面他这么说到 在他们教会教堂上面引用的一段话中 即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节 有一个按手里的旧惯例 行礼的监督要求在场的信徒 是否知道将授权的圣职的人 有任何罪行或罪名 认为他们不应该被认命 换言之监督要求将被案例的人 要求将被案例的人是否无可责备 不仅是不可指责的 而且是无罪的 不仅没有任何公正的指责 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指控 这个惯例的目的是 如果任何在场的人 有这样的指控 那么在没有经过适当的调查之前 不应该进行按手里 使徒保罗用这个词的意思是根据 使徒保罗用这个词的意思是句子 只是不仅是无可指责的 而且是没有瑕疵的 他不仅要做一个好人 而且是要有好民生的 而且是要有好民生的 所以使徒用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只是不仅是要无可指责 而且要没有瑕疵 他不仅要做一个好人 而且是要一个有好民生的人 再来第十二节 其余的限定条件是指质的家庭关系 指质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 是要做一个体面的一家之主 主要的事项是很清楚的 既担任这个职份的人的家庭关系 必须得到赞许的 以至于不让自己或教会能修 总而言之 知识必须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 笃信基督 是一个属灵的人 他不是一个贪图钱财的人 这个指示必须受到社会尊重 没有任何指责他的人 没有任何的指控 则必须对指控进行调查 被确认无辜才有资格担任 只是 他是一个名字 耐心 善良 受认可的一家之主 使徒所考虑的指示 当然不是因为这人 有空闲 不是因为这个人 有空闲 不是因为这个人有野心 也不是因为这个人受欢迎 他是在会众中被指示 挑选出来的人选 因为他特别适合担任 执事的职份 那么执事是被谁选上的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 也是一个难题 首先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一直在回顾的几条指示 是给提摩泰的 而不是整个教会 如果说这些指示 是通过提摩泰给教会的 那么使徒保罗 我确实希望教会会按照他的这些指示 既然 既然提摩泰前后书和提多书被称为 教会 教会的书信 是新约圣经的一部分 那么保罗写给提摩泰和提多的书信 必须是针对所有的教会的 提摩泰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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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第8节 这执续的也都是如此 必须断章 不一口二十 第8节的词句也是如此 暗示了前一段所说的话 对于理解这经文的意思是很重要的 赛亚的希腊语词典写道 在希腊著作中 动词必须从前面的上下文提供 因此第八节需要的动词来自上半段 也就是在第二节里头 第二节和第八节中的必须一词 当然表明使徒期望 教会遵守他所列出 命令长老和执事的指示 中文字幕提供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 做基督的必须无可指在 必须 必须 这就是上下文背景 所以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必须这字 再来我们看一下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 做基督的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所以是连贯的 这也就是第二节和第八节中的必须 以此当然表明了 使徒保罗期望教会遵守 他所列出任命长老 监督和执事的指示 因此 看来 即使教会有选举前 提摩太本人也要仔细地监督选举 并确保遵守使徒保罗的条件 在使徒行传第六章 迅速了选丽指示的情况 贵重选出适合的人选 在由使徒们委派 说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提示教会在拣选适合的人选的时候 调查发现他们符合事先规定的 所需优点的全部标准 即使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才有使徒委派 这告诉我们有适当的教会治理行事 如果我们的会众按照新约的模式 教会的长老提名 有资格的人被任命为指示 我们的宪章 因此允许长老先筛选 适合的人选 然后会众通过投票赞成 我们不要反对来选举指示 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是 我们不是在进行全民投票 来担任圣职 我们不能说 因为我认为他是个好人 所以我就选举他 或者他是我的亲爱人 所以我选举他 我们要注意 我们是在选举 够资格的人来担任圣职 虽然我们研究过 《使徒行传》第六章 我们看到这不注重于拣选指示 但是这段经文是整个新约 唯一一个涉及到 拣选指示的方式的经文 即使是稍微 有稍微一点点的关系 即便《使徒行传》第六章 只是稍微有点关系 张变了一点 会众根据职份的资格选举人 使徒委派他们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会中是随心所欲的 任命的 任命指示的 在研究了指示的资格 和拣选指示的过程之后 现在我们需要了解 地方教会成员的责任 这是因为地方教会成员 他们是投票选举指示的人 想想我们的指示参与的教会事工 指示正在旧教会事务做出重大的决定 例如从理财 例如从理财到教会的几率 他们都会对教会的这些事务做出重大的决定 教会还会为 指示还会为教会 教会的资金的分配和教会的活动做出决定 如果我们想到使徒行传第六章中 耶路撒冷教会 我们就会看到使徒们意识到了 有必要拣选几个人来帮助他们 在使徒行传第六章 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寡妇在功绩上被忽略了 似乎西伯来寡妇和希腊寡妇之间 发生了争承 以妨碍到了使徒的主要事工 就是为了这件事 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中 挑选了七个友好人生 并且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只是他们在教会内所做的工作 即便是世俗的工作 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 这七个被拣选出来的指示 他们的责任是负责公平的分配 分配供给西伯来和希腊的寡妇 但是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生意头脑 而是这七个人 他们是被圣灵充满 他们是智慧充足的人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教会的资源分配 不仅仅是关于财政的管理 或者是照顾寡妇 也不仅仅是慈善的工作 如果我们把教会资源分配 看成财政的管理 那么我们就会从那些对理财很了解 或拥有商业或金融学位的人 来选择管理教会的财务的人 如果照顾寡妇是一项慈善的工作 那么我们最好委托一个对社会学科 或社会福利有研究和经验的人 但是耶鲁撒冷教会和使徒 他们选择的七人都不是这样的人 相反这七人他们是友好民生的人 从中我们知道他们的品格和生活 都是值得尊重的 他们在人民当中是友好见证的 我要你们知道 民生是要自己争取的 不能抢家的 除非一个人在长时期在人们面前证明自己 否则他又怎能为自己做好见证呢 这些人 这七个人他们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这指的是他们是属灵成熟的人 他们被神的灵引导 人们都能看得到这一点 这七个人他们也是智慧充滞的 我们都已经学习过了 因为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他们的心意 这七个人他们的心意 是被神的话塑造和滋养的 即使是教堂里的人 也更喜欢专业知识和教育 所以我们从这我们看到 我们拣选的人必须是虔诚和敬虔的人 不这么多的关注他们的专业知识或教育 建立教会的职份的目的就是使牧师或监督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传道和祷告的事故中而不受到干扰 这是合理的推论 尽管只是一个推论 现在来论指示的职份的职务 我们对新约的沉默感 我们在新约中没有看到任何的明确的信息 我们也没有理由在新约上加添什么 我们只能根据仅有的信息来理解指示的职务 我们只能根据指示的含义 我们只能第一根据指示的含义 第二 新约普遍使用指示这词的惯义 以及第三 使徒保罗规定指示资格的性质 来理解指示的职务 首先让我们看看指示的含义 关于这个词的本身的词源 马文文森特是词学 马文文森特的词学 我们这样的读到 Doulos 努力 努力也许来自 Dior Dior Dior也就是法律和职责的约束 所以Doulos代表了 与高位的人的关系是永远的努力状态 再来Diakonos Diakonos 也就是仆义 Diakonos 也被Diakonos 仆义 可能是与Diakon同源 Diakon Diakon 也就是跑腿半吃的 跑腿半吃的 所以Diakonos 代表执行他人命令的人 尤其是主人的命令 这不代表主仆 这不代表主仆的关系 而是人的活动 这个词包括 仆义和雇佣的仆人 接着还有Diakonos 也可以指随行的人员 而Trans大主教在他同意词中 也同意这一点 但是他更明确的说到 Diakonos 与Diakonos的区别在于Diakonos Diakonos 也就是仆义 代表仆人工作的活动 而Diakonos 则是他 奴隶的关系 而是他奴隶的关系 再来他就用 圣经 王艳克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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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找到 这个王艳克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第22章能够找到 他就用这篇经文来给Diakonos和Doulos做更好的区别 让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在王艳克的比喻中 那些被打发去受邀 去请受邀的客人 是国王的Doulos 也就是王的奴隶 而那些被王使唤去惩罚 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是 Diakonos 也就是 普役 因此 我们看到 Diakonos 普役与Doulos 奴隶是不一样的 普役这个词中的概念是个人的随从 并且应用于教会的事物 这表明在教会服事范围内 执事是监督或牧师的个人随从 从福音和书信中发量引用段落一致的表明 Diakonos 普役的服务 无论是 何种服务 是协助和帮助 长老或牧师的 然而在教会的范围内 执事是教会的 普役 执事的责任和 执事的执责和执分 兵教会的神圣 而变得神圣和同胞 执事的个人品格 是符合并维护执分的尊严 我个人的判断是 新约的执事是 执行教会各种职务的人 他们是在 他们是在 牧师或长老的监督和指导下 牧师或者是监督 这个词表明的是那样的 是监督教会的人 全面负责教会所有的利益 而从这些最优秀的成员当中 选出的弟兄就是牧师的助手 这因为着牧师 例如牧师负责主持主的宴席 但是牧师也需要教会的一些 弟兄服事圣餐 而服事圣餐的便是指示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宪章里 牧师必须是我们所有委员会的当然成员 再来看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 我们主日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工 王子是该事工的负责人 不是牧师 然而在教会事工的结构中 牧师是监督 王子是协助管理主日学的事工 因此最终的负责人还是牧师 牧师最终要对主日学事工负责 为了教会事工 执事们在授权的情况下 协助牧师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与牧师有相同的信仰 并理解牧师的顺经观点 他们不应该独立于牧师的始工 其次这并不意味着 由我们委托给各个委员会的教会的各种事物 将由我们所认定的少数指示来管理 这就是把教会的各种事物交给少数的弟兄 这么做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只是这个词在新约中的应用范围 比我们现在所允许的范围更广 只是在教会中找到中心的男女 将他们的职责委托给他们 只是将他们的职责委托给这些中心的男女 从而使工作变得更高效 并也可以培训更多的人从事各种服事 我们为主所做的任何工作都不是属事的 例如教会的财务 物业管理等与服事圣餐 圣餐是一样的 这一切的事工都是属灵的职责 职责的禁职 禁职的服事对于牧师有效的事工是绝对必要的 在牧师的职责被备征的情况下 为了减轻他一部分的职责 需要任命职事分担工作的总担 以便牧师可以抽出时间 关注于属灵的工作 职势崇高的属灵品格会加强教会施工 帮助牧师在属灵上有长进 这一定是被任命为执事的人 必须符合资格的原因 教会作为基督尊严和神圣身体的概念 要求只有具有最高的基督徒品格的人 例如被圣经和智慧充满 和使徒保罗所规定的资格所表明的那样 才配得将其世俗的事物委托给他们 对于教会而言 只是是牧师的同工 与牧师一起不是独立于牧师之外 而是与牧师正式合作并由牧师支配 然而他们的职份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职份 这是一种源自教会本身的尊严 为教会的繁荣所必须的任何服饰 都不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 他们自己也应该应用他们在职场和家庭生活上 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和无可指摘的基督徒品性 来使他们的职份受到尊重 信业教会只有两个职份 即使牧师和指示 然而教会认命委员会来提供任何必须要服务 以满足教会的需要 通常委员会的成员不是指示 而是牧师或长老或指示授权的人 他们制定 牧师长老和指示 他们是制定计划 并为基督的身体执行计划的人 因此所有的成员都应该为基督的身体做出贡献 并在基督里有长进 当我们降低了指示 职份的道德标准的时候 这就会损害 损害教会和牧师的效率 此外 指示与牧师和长老之间的正确关系 也必须得到妥善的维护 指示应该是高举其职份的尊严 主信他们所宣扬的福音 并以最大中程度服侍教会的弟兄 他们名字和及时的建议 为牧师的职务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当我们偏离新约对指示的标准时 我们将看到其不可避免的后果 如果教会 如教会效率将降低 成员之间或多或少的摩擦 以及牧师任期的缩短 对于所有渴望担任指示的人的最后一个 劝告是他们应该投望阅读和装修圣经 并向牧师学习 耶稣的门徒不仅跟随他 而且与他一起生活了三年 他们向主耶稣学习 但是他们仍然无法理解主耶稣的教导 并承受他们当中出现了冲突 所以除非指示和会众在信仰上合一 指的是信仰的实质 以及他们所信的东西 必须合一 否则他们将无法享受真正的合一 当我们在真理上合一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符合同一个真理 然后我们就能达到合一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不吝点赞订阅 为我为你需要提高 嗯 不吝点赞订阅 那因为你不吝点赞订阅 也不吝点赞订阅 但你不吝点赞订阅 而你不吝点赞订阅 那你不吝点赞订阅 然后你是否会认奥 而我产生在送事 我只是想要能复得 我等于你 保证 不吝点赞订阅 你不吝点赞订阅 那你没付钱 你不吝点赞认 你不用吝点赞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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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